金钟炫灵堂哭声不断,八年资深粉丝自杀随他而去,民豪哭晕在医院。 昨天晚上,韩国男团成员金钟炫在首尔青坛洞一处酒店市公寓内烧炭自杀身亡,年仅27岁。 今日,金钟炫灵堂设在首尔鹅山医院,并开放粉丝调宴,所属社SM组制作人李秀马在钟炫灵堂设置前就已经到达,并一起进行了灵堂的准备, 同所属社BoA,少女时代成员Yiri和允儿,Izu,MCT等,以及歌窑界后北防弹少年团野军到场痛哭。 在调宴现场,疑似金钟炫姐姐泣不成声,哭声令无数网友感到心碎,从弟弟发简讯给他到自杀身亡, 两个小时里他可以说是无能为眼睁睁看住弟弟离开这个世界,他的悲伤我们都无法体会。 今日,来自全世界的粉丝都聚集在此处,送走我们最优秀的歌手金钟炫。 出殡时间在21日上午9时,薛妮艾利其他成员李珍姬,锦姬范,崔敏豪,李泰民将担任丧主,陪他走完最后一程。 灵堂上的照片,他笑得那么灿烂,那么美好,鲜花坐拥他定格在27岁的笑容。 别说粉丝接受不了,就是一位路人都为他的过世而感到难过。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钟炫被确认自杀后不到半天,一位追随了钟炫八年的粉丝后远回资深站长也选择自杀随他而去了。 今天凌晨,有粉丝在IG上发文写道,他将永远和钟炫一起笑住,不会再有痛苦了。 据悉,这位女粉丝管理了整个后援会八年的时间,因钟炫的突然离世让他难以接受,悲伤过后最终选择自杀。 这位粉丝以最傻的方式追随住钟炫,像他这么温柔善良的人绝对不希望再有人因他而产生困扰,也呼吁钟炫的粉丝们,请好好活住,用另一种方式去爱他,让大家记住有一位叫紧钟炫的傻小子他来过这个世界。 在他去世之前他把什么都考虑周到了,开网了自己solo演唱会,他签了器官捐献书,给姐姐留了遗产,今年成员生日也全部过完,温柳可以归队活动。 起饭登上了去海外活动的航班,泰宁的活动昨天结束了,明豪的电视剧昨天是最后一局,想住好累啊总算可以放心的走了吧,连最后都是那么善良的人,这一世真的辛苦了钟炫啊。 在联想到他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结束时,一度笑忠又累的看住全唱歌迷,当时所有人还不以为意,如今有人上传此段影片,当时钟炫脸神散发满满不舍和心痛,似乎要将所有歌迷的面容牢牢记住,并永远烙印在脑海里。 那时候,那时候,他应该就想好要离开了吧。 今日,Dear Cloud 朱畅9表示,受到钟炫生前委托,在与其家人商议后决定公开钟炫的遗书。 在遗书中,钟炫写道,抑郁最终将我吞噬,我无法战胜它,我只是孤寂的一个人。 还需要多说什么呢?就对我说辛苦了吧?做到这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对我说辛苦了?就算不能笑住,也请不要责怪注重我走。 从遗书上看,钟炫之所以选择自杀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,整个人都被异欲所吞噬。 在遗书中,钟炫不断责问自己为何会选择做人这个职业,自理行间都充满住想逃离的意愿。 我问了好几百遍,为什么一定要活住? 而据钟炫生前有人所透露,钟炫在音乐上想要做得更好,因觉得无法达成周围人的期望,每天都觉得被困住了,一直都很痛苦,没有安眠药他根本都睡不住。 金钟炫,2016年在节目四众秀中哭著说,大家对我是什么样的人好像并不关心,没有几个人想去了解我真正的样子。 在真人秀节目我所剩下的48小时中,审理成员民豪问金鸡饭,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,你会怎么办? 他说,好像天都他们一样,因为我们是比家人呆的时间还要长的人啊。 现在,天真的他了。 目前,正在葡萄牙里斯本进行画报拍摄形成的Shin Ali成员Ki在当地得知成员逐选离世的消息,正在返回韩国。 成员沈昌明,对我来说是像弟弟一样的存在,是非常有才能的艺术家,无法用语言表达。 昨天,另一位成员民豪已经哭晕在医院了,真的是从小就在一起的人啊。 从昨天到线,听到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辛苦了,歌词中,遗言中,姐姐的简讯中。 12年了,他真的辛苦了,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了。 抑郁夺走了张国荣,乔任良,金中炫荡无数人的生命,抑郁症真的不如忽视,就像Hitpi这样说的,如果有一天你一个非常外向的朋友跟你说他最近很痛苦,请一定要当回事儿,因为他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痛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